提到肠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做无痛 无痛肠镜就是比普通肠镜好吗? 今天的视频为您科普 所谓无痛肠镜是全身麻醉后做肠镜 睡着后做肠镜自然没有痛感 但肠镜流程并没有发生变化 无痛肠镜存在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麻醉问题 麻醉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高龄者,心肺功能不好人群 麻醉要过敏人群都不适合无痛肠镜 其次,在做无痛肠镜时也有一定风险 为何这么说? 人在清醒时做肠镜 如果内窥镜管造成肠壁疼痛 会立刻给出医生回应 医生就知道这个地方不可以硬痛 可以说疼痛也是一种保护 而无痛状态下做肠镜检查 如果遇到技术不娴熟的医生 又无法给出医生正确的疼痛反馈 这个检查过程就增加了穿孔的危险性 东洋医疗为大家推荐的日本肠镜医生 均为日本专科名医 有着丰富的检查经验 检查时为了保证内窥镜管 随着患者肠道形状前进 尽可能减轻对肠壁损伤 医生的手会不断上下舞动 但这都是对患者负责的表现 最后,无痛肠镜的出现 也是考虑到一些社会和经济效益 普通肠镜只需要一个消化内科医生和他的助手 但无痛肠镜牵扯到的医疗资源就变得很多 麻醉科医生、麻醉护理医师、肠镜医生、肠镜医生助手 价格自然就会更高 并且麻醉不是每天都可以做的 所以和普通肠镜相比 无痛肠镜的预约时间更长 试想检查的人如果真的已经患病 很有可能遗物最佳的治疗时机 当然,如果您对疼痛非常敏感 一点疼痛也无法忍受 无痛肠镜或许会更加适合 大家可以参考今天东洋医疗为大家解析的无痛肠镜的问题 认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检查方式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并关注注视会社东洋视频号 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东洋医疗让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健康美丽 感谢观看